大家好,我是莎拉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上个月种的爬藤玫瑰威廉八分最近开始开花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的毛毛虫特别的多 去年好像都没有见有什么毛毛虫 威廉八分的好多叶片都被毛毛虫都吃掉了 前几天因为我打了疫苗 然后反应有点大,很不舒服,就躺了好几天 就没有到花园去管这些花花草草 那今天一看,好多叶片都已经吃到坑坑洞洞的了 我打算明天出去买一点药,回来给它喷一下 不用药是实在不行了 刚才不小心折断了一根玫瑰 所以等一下想用来扦插 威廉八分旁边就是我种的一颗圆锥绣球,幻影 那给大家看一下它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这一颗圆锥绣球是我5月23号种的 当时是非常小的一颗小苗 它从6月初就开始陆陆续续的长出花苞了 那到目前为止我数了一下大概有16个花苞 这种圆锥绣球的小苗第一年养护是非常重要的 水肥一定要充足,这样它的珠型才会长得比较饱满 如果大家好奇我这颗小苗当初种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 可以看我之前的圆锥绣球幻影的那一集视频 圆锥绣球呢就先说这么多,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扦插我们的玫瑰了 这一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用来扦插的玫瑰枝条 为了大家观看方便呢,我已经把多余的叶片呢 已经给它扒掉了 这一根枝条呢我打算把它剪成三段呢用来扦插 那我们首先呢要把它的底端给它做一个斜切口的一个处理 那处理完之后呢就会是这个样子的 斜切口的处理呢是为了让它的创面能更大一些 这样呢可以促使它发出更多的毛细根出来 多余的叶片呢我提前已经扒掉了 所以现在给它留一片叶子,光合作用就够了 我们在做扦插的时候呢尽量选择健康粗壮的一些枝条 这样呢它的成活率呢就会高一些 那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呢把剩下的两根扦插枝条呢给它处理好 用来牵掐的盆土呢我选的是Party Mix的土 这个土呢透气性比较好,而且呢也不会板结 最主要的呢是它包含了植物所需要的各种营养成分 我们在牵掐之前呢可以用生根粉呢先泡两个小时 如果家里没有生根粉呢可以用醋1比100的比例呢去兑水之后浸泡枝条也是可以的 我们在做玫瑰月季扦插的时候呢最好选择春季 因为春季的成活率呢是最高的 扦插完之后呢如果觉得叶片太多的话呢可以稍微给它修剪一下 我们可以把多余的或者是不健康的一些叶片呢都给它剪掉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给它浇一遍水 那这第一遍水呢一定要给它浇透了 多浇点呢也没关系 但是如果根部的土呢没有浇到的话 那这些新扦插的枝条呢过不了两三天呢就会干枯了 那我们在浇完水之后呢一定要给它选一个阴凉一点的地方 一定要避免阳光曝晒 那我的这个地方呢就算是比较阴凉的 这有一面墙 早上和中午的太阳呢是晒不到的 那我把它放在这个预簪的后面 这个大叶片呢到下午也能帮我遮一点太阳 我们在选好位置之后呢就不要再频繁的给它移动位置 当幼苗成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移栽了 我们在做千叉的时候呢最难的部分呢不是生根 只要我们选的枝条健康呢基本上都可以生根 那最难的部分呢就是养苗 做过千叉的朋友呢可能经历过 我们千叉的枝条呢已经生根了 甚至有的已经开始发新芽了 但是过不了多久呢它们就莫名其妙的又死掉了 一般这种情况呢大多都是因为浇水不当造成的 幼苗期间呢浇水的量一定要控制好 如果浇水过少的话呢新长出的嫩芽就容易干枯 那浇水如果过多的话呢它新的毛细根就容易烂掉 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你习惯性的经常在浇花的时候 会在水里加入一些液态肥 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避开我们千叉的盆土 今天呢关于千叉呢我们就聊这么多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